这样子重大的校园安全危机呢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除了昨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 表示要重建校园安全网之外呢 上午他出席活动的时候 面对先前呢删除警方互同的勤务 是不是应该要恢复呢 他表示接下来也要提出检讨 一声名笛下上千名路跑选手起跑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大清早参加癌症病友的路跑活动 不过前一天的歌喉案 让市长晚间召开紧急会议 因为柯文哲先前才决议 取消警方的互同专案 是否因此导致校园安全出现漏洞 过去在所谓的校园民主自由的时候 我有规定警察不可以进入学校 只能在外面 所以他们现在巡逻箱也是设在外面 昨天晚上我们虽然9点召开个紧急会议 这是先恢复整个 重建一个校园的安全 另外柯文哲表示 去年5月发生政节杀人事件后 就规划针对行为偏差分子 从学生端建立一套追踪系统 但是这次案件超出追踪范围 等完整报告出来后会再提出检讨 也对这次警方的办案效率相当满意 这个案子就蛮特别 因为他进入校园到杀人 大概只花5分钟 然后从报案到抓到只花7分钟 所以表示我们3分钟警网的效率还是蛮高的 这种警察的系统我都觉得相当 几乎可以打99分而已 柯文哲强调在台北市重大刑案的破案率是百分之百 但重点不是破案率 而是该想办法让案件不要再发生 环宇新闻张农副王长卢台北采访报道